大世界小知識 大家好, 我是Sharmon姐姐 大家好, 我是盈月姐姐 大家好, 我是Carmen姐姐 今天我要用幾條問題 來考考大家對世界不同事物 或事件的認知 馬上說說如何 你們每一組要派一位隊員 去魚池旁邊 之後我會問你們幾條問題 而每條問題都有三個選擇 分別是沙文魚壽司 玉子壽司和蝦壽司 聽到問題之後 每組就商量正確的答案 在魚池旁邊的隊員 就要調回雙型的壽司上來 將壽司放在你們所選的火車上 最後看看哪一輛火車最快到終點了 對, 家裡的小朋友 你們也可以和我們一起想想 首先, 歡迎各位小朋友 不如你們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的中文名叫方爾橋 英文名叫Therisa 今年九歲 我的中文名叫羅凱晴 英文名叫Hasel 今年九歲 歡迎Hasel 你們呢? 我的中文名叫鄭俊謙 英文名叫Kathpa 今年九歲 我的名叫高俊浩 英文名叫Bobby 今年九歲 歡迎你們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韻月姐姐很想知道 你們有沒有一種花特別喜歡的? 玫瑰花 玫瑰花 你喜歡什麼顏色的? 粉紅色 粉紅色 你呢? 我喜歡壽球花 壽球花 很大的 你呢? 你喜歡什麼花? 菊花 我喜歡太陽花 太陽花是有陽光的感覺 沒錯 至於我喜歡萬壽菊 因為它很容易打理之餘 而且顏色也很鮮艷 沒錯 而萬壽菊也會叫千壽菊 今天馬上了解一下萬壽菊的小知識 派一位隊員去魚翅旁邊 再見 再見 好, 這條問題就是問 萬壽菊的花魚是什麼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勁魯之花 肉籽壽司代表 善良的教育 蝦壽司代表 不畏艱苦 好, 大家一起想想 想好的話就3、2、1 請選擇 好, 開始了 你想選什麼? 你想選什麼? 三文魚 三文魚好 肉籽嗎? 好, 加油 鞋子上來的時候要慢慢地 放回去 加油… 加油 成功了 你的隊友幫你放嗎? 好, 看這個 合作無間 來, 來 好, 這邊這邊 太好了 兩邊都選了不同的答案 而快點的是盈月姐姐這邊 不如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萬壽菊是勁魯之花 因為萬壽花有萬壽這兩個字 因為我覺得有很長的命 很適合給老人家 透過花字面的意思來猜 至於我們選擇了善良的教育 為什麼你會選擇善良的教育 因為我在學校見過萬壽菊 我覺得她跟老師有關 所以就選了這個 對, 如果放在學校的話 應該跟教育有關 有點寓意 不知道是否正確 她們兩邊還是沒有人正確 我們馬上看看答案 答案是…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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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三文魚壽司的勁魯之花 你們很厲害 好, 接下來就是問 種植萬壽菊的花盆 花盆底需要有什麼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膠袋 玉子壽司代表排水孔 蝦壽司代表樹枝 好, 我們一起想想 想好的話就3、2、1 請選擇 吃了 你想選什麼壽司嗎?Bobby 可以選 玉子壽司嗎? 可以了, 玉子壽司 很漂亮 小心 小心 很快 還是給她的對話幫忙 她們會喜歡接力 掉了 不要緊 加油, Bobby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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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好, 先選一輛火車 你要選哪一輛 選一輛 好 好 開發 太好了 太好了 這次她的答案是一樣的 不過快點當然就是 凝月姐姐這邊 好 你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選排水孔 可能有時候噴水 但你可能不小心噴多了 是 那些泥桶 如果沒有排水孔 就會浸住泥土 會很容易鬆脫 有排水孔 就可以排走水 很詳細 你是… 平時觀察式 還是看書 平時觀察式 好厲害 是 很有道理 好, 你們這邊呢 對, 先聽這邊的答案 我們也是選了排水孔 是 為什麼會選排水孔 因為我覺得 如果淋多了些水 可能會浸鬆了些根 所以有排水孔 可以排走些水 就會鬆脫了些根 對 真的很詳盡 很詳盡 除了些根 可能未必是好事 對, 大家都很有學問 對 我們馬上看看答案 答案是… 三文 玉子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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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答案就是排水孔 好, 以下的問題就是問 如果要為萬壽谷淋水的話 首先要做些什麼檢查呢 好, 我們一起想想 想好的話就3、2、1 請選擇 開始了 加油 加油 想選什麼壽司? 有沒有頭水呢 這麼快釣到了 我們已經釣到蝦壽司了 很快釣到蝦壽司了 小心一點 好, 別緊 出發 開始 我們… 好快 選哪個? 選這個嗎? 好 好 好 大家都選了同一個答案 不過快一點 是Carmen姐姐來這邊 對 我們選了泥土鑽乾 為什麼你會選這個答案? 好, 因為如果太乾就會膚毀了 植物 好 所以你看到泥土很乾的時候 立刻要淋很多水下去, 是嗎? 不用淋太多 不要淋太多 不要淋太多 就行了 好 那你們這邊呢 我們也是選擇 泥土鑽乾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植物噴得太多水的話 就會膚毀 好 所以你就覺得 泥土還濕的時候就不需要了 看到它乾的時候才淋水, 是嗎? 嗯 我們馬上看看答案 看看他們是否正確 好 答案是… 是什麼? 下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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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下壽司的泥土鑽乾 恭喜你們 正確 答案了 好, 以下的問題是問 種植萬壽菊 每隔兩至三個星期要留意什麼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絲肥 肉脂壽司代表 翻肚 蝦壽司代表 播種 好, 大家想想想 想好的我就3、2、1 請選擇 3、2 你想選什麼壽司?Bobby 想選三文魚壽司嗎? 三文魚壽司 好 加油 快點… 好 小心點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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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三文魚壽司 對 大家都選了同一個答案 快點的是盈月姐姐這邊 好, 你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選CV 因為植物 如果你前兩至三個星期之前 你施了一次肥 可能它們已經吸收了 所以你要再再施一次 否則它們會因為不夠營養而膚死 很詳盡的答案 對 你們這邊呢? 對, 我們也是選了施肥 為什麼你們會選施肥? 因為如果不施肥的話 可能植物會生長不到 因為它們要吸收營養 也是關於營養師 對 我們馬上看看答案是否 答案是 是什麼? 三文魚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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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三文魚壽司 答案是三文魚壽司的CV 答案是 各位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試過種植物呢? 我種植物四料和番茄 你呢? 我試過種生菜 生菜, 你有沒有煮來吃? 有 應該很甜 對 你呢? 有沒有種植物? 沒有 如果讓你種植物, 你想試種什麼? 香草 也是用來煮食的 你呢? 我種辣椒和番茄 其實各位小朋友 你們也可以試種萬壽菊 萬壽菊 由種子發芽到開花 大概需要六十至九十日 不如現在我們馬上聽聽 Sharmon姐姐 說有關萬壽菊的小知識 萬壽菊 有白色、黃色、橙、紅色等等 它的花語是勁老之花 象徵著長壽和多福 其實種萬壽菊不難 不過小朋友, 有幾億點 你們就要注意一下 首先, 花盆要有四至六吋 花盆的底部要有排水孔 避免根部浸爛 而且每天要檢查泥土 等到它乾了才好再淋水 如果你們想種得好一點的話 每隔兩至三個星期就要施肥 等到它開花, 就更加要小心淋水 水不能留在花朵 那就沒那麼容易腐爛了 沒想到萬壽菊也很容易種 對, 除了淋水和施肥之外 給更多的陽光 它們會更容易開花 各位小朋友 你們今天每個都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都可以畫得精美的超美 很開心 希望今天的小知識 可以令大家加深對世界的認知 我們最後見